院长这个46岁的妈妈怎么回事 她半月板破裂 我有一个患者 她是一个女生 她有一次在捷运上 因为非常拥挤 在手扶梯上就被人家不小心碰撞了 她就跌下来 摔了好几接 当场是没有办法走动的 必须要请医护人员担架 送她去医院 那想说一直摔伤 医院也检查说没有骨折 她就开始她的复健之徒 那做一些热疗电疗 做一些运动 半年没有好 她会形容说 她的膝盖好像定格 快不出去了 定格 对就很像停格 然后她要觉得说 她假如卡一下 她才能再继续动 就觉得膝盖很卡 有这种卡住的感觉 然后时常会水肿 就是膝盖怎么感觉 我们一般膝盖 两边比起来 她肿的那边会觉得 好像怎么 这边有块凸起来的东西 她一直以为是长什么东西 那后来来看我的时候 我才发现里面是积水 我们如果把它翻开 会看到 它是像一个C字形的 很像是月亮 弯月的形状的一块软骨 那我都形容它很像是 脚踏车内胎一样 它有一点弹性 所以我们走路啊 跑步啊 跳啊 就是在这个脚踏车内胎上挤压 它有一个很强的吸震的效果 可是如果我们今天因为摔伤 扭伤导致这个内胎破损了 今天它这个吸震的效果就丧失掉了 那所以我们走路啊 爬山啊 爬楼梯都会觉得很卡 而且会痛 容易不舒服 那我检查到的情况是这样 我看到它的这个半月板 吐出来了 这个超音波是这样 这个是大腿的骨头 这个是小腿的骨头 这边是膝关节 因为它的这个半月板破损了之后 它身体的重量压下去 它把它的半月板往外推 所以原本应该在这边的半月板 这样出来了 所以半月板破损 因为它破的比较厉害 它都就是碎片都下来了 所以我请它可能还是用开刀的方式比较好 但是如果我们今天不是那么严重的案例 我们可以试试看使用注射的治疗 举例来说 如果我们今天刚受伤的患者 很常会抱怨膝盖非常肿 不能弯 不能蹲 尤其女生如果要上蹲式马桶 非常困扰 这个时候我们建议会把里面积水抽掉 我们可以使用肋固醇注射 短期的来止痛消炎 那如果说今天已经消炎了之后 仍然有这个卡痛 不耐走 不耐战的这个症状的话 我们可以考虑以下几种方式 比如我们可以使用玻尿酸来做润滑 我们可以使用葡萄糖或者是PRP 来刺激软骨组织 刺激受损的组织在增生 如果是前侧 像我最近这几天看到一个男性的患者 我们超音波扫前面的半月板 很明显有一个缺损处 我们可以在超音波 就是照着看着的情况下 用针慢慢的接近 他这个膝盖前侧半月板的位置 那像我们这个图片里面 这位患者呢 他则是膝盖的内侧 比较内圆的地方 那我们就要经过他的韧带 去接到他的半月板的这个位置 这个地方比较狭窄 疼痛感会比较强烈 其实最轻松的方式是从膝盖的上面 我们的葡萄糖PRP 也可以流动到整个膝盖关节里面 这个是比较不痛的位置 这个是真剂治疗 好 接下来这个测试 它的学名叫做塞萨利测试 我请Maggie来接受测试 Maggie应该是膝盖都还好吧 膝盖已经开始退化了 真的哦 真的退化了 真的真的 你是左边膝盖对不对 对 因为出了多年前 出了一个很重大的车祸 对 刚开始有讲 所以刚刚那个医师讲的那个 积水啊各种状况我都来 我们其实膝盖这个地方 是有两个缝对不对 凹下去的地方 这个就是我们的关节处 那我们可以这样揉一下 按按看会不会有酸痛的感觉 如果今天半月板破损的地方 按下去会蛮酸痛的 那我来试试看 这个地方按它会痛吗 这里很痛 这里超痛 对 我们拿模型来比对哦 我们从前面这样慢慢的压进来 这个就是半月板 所以压到这边 这边会感觉痛的话 很有可能我们这个叫内侧的半月板 有出过状况 那塞萨利测试蛮好玩的 我先自己示范一次哦 假设我今天是左脚受伤 那我们做法就是我们单脚站 然后我们左脚微微的蹲 不要蹲到底了 也没办法 然后我们上半身这样往前 往左往右这样转 那因为这个转有点难度 所以我通常会扶着病患的手 我们请Maggie 左脚单脚站 好 然后微微微的弯 一点点就好 哪一只脚弯 左脚弯 对对对 然后我带着你的手 我们往左 很轻很轻 轻不太轻 会痛吗 会撑不住 会撑不住 那我们试试看右脚 因为我们要评估一下 到底是因为 比如说肌肉力量的问题 还是说真的有受伤的问题 我们右脚是没有受伤的脚 这脚会觉得轻吗 不会 其实我会蹲比较低 对不对 感觉就差了 所以很明显 左脚它的力气 跟它的承受压力的能力就不好 就我们刚才讲 脚踏车的内台可能有破 坐腿测试 好我们最后一个方式 我们受伤的这只脚 我们先试着看看 能不能翘个二郎腿 这样子会不会痛 不会 这样不会痛 那我们再加码 我们把左脚 放在椅子上 有点难度 这样子做 我们把身体的压力 整个坐上去 坐在自己的脚踝上 这样子会不会痛 这样是腰碎比较痛 都是膝盖痛 这个测试的原理是这样子 我们如果把膝盖 这样弯折到底 然后在坐上面的时候 我们会有一个旋转的力量 我们半月板 特别怕这个旋转的力量 所以有些人 半月板受伤了之后 做这个动作会痛 那Maggie是不会痛嘛 对不对 不过我们刚才 做两个测试都有阳性 所以你非常有可能 是我们左边膝盖 内侧的半月板有状况 好 找出原因了 接下来我们进楼梯 当我们上楼梯的时候 我们这样上来 那大家可以看到 我的膝盖 跟我身体的重心 是很高的 距离很大 那大家知道杠杠原理 我们距离越远的时候 关节承受的力量会越大 所以这个时候 我上楼梯可以上 可是久了之后 你就会开始觉得 膝盖不舒服 那怎么办 我们其实可以把身体的重心 尽量去往膝盖接近 我们的朋友就上半身 有点稍微往前倾 我们往前倾的时候 我们身体的重心会接近膝盖 膝盖承受到的压力会降低 我们这样子上楼 也会用比较多屁股的力量 然后让膝盖的负担变小 那其实大家 如果有爬山 有经验应该都知道 我们上山容易 下山难 下山怎么办 那我们就反过来 我们下楼的时候 其实也可以用一样的技巧 我们下去的时候 也是上身往微微的弯 然后我们下 这个脚慢慢的去找下一步 轻轻的这样着地 这个时候也是一样 大家可以注意到 我如果正常的 像下楼的时候 我的膝盖是超出脚尖 非常多的 可是当我上半身 往后倾的时候 往前倾的时候 我下楼的时候 其实膝盖怎么样 就没有超过脚尖那么多 我的身体跟膝盖关节的距离近 这样子膝盖的负担就会小 那我们如果说扶着扶手或使用登山杖 可以进一步把下山下楼的压力解决 我是光文英 请到聚焦2.0YouTube频道 进行订阅 同时到聚焦2.0FB点赞